全球的猴豆疫情升温 台湾现在也传出个案 彰化古迹开化寺 后殿供奉者专制天花的 豆公豆婆 只是现在天花消失在地球上 他们也转型为美姬与医美之神 现在遇到了猴豆疫情 来拜豆公豆婆的人 感觉也变多了 因此庙方这回也将神尊 重新整装美容 让民众参拜 信众到庙里参拜 还带上化妆品跟保养品 这拜的是什么 豆公豆婆 对 阿炸的功能 皮肤变好吧 张华的开化寺 后殿供奉豆公豆婆 据说清朝时爆发天花疫情 突然出现一对 医术高明的夫妻 治好百姓的天花 被雕刻成精神祭拜 天花绝机后 吸引燃有皮肤素疾 及爱美性众前往膜拜 号称全台唯一的医美之神 最近猴豆疫情传入台湾 百豆公豆婆的人 突然变多了 猴豆的疫情有进入我们台湾 然后希望 豆公豆婆能够保佑我们 全台能够 疫情能够安稳度过 因为现在疫情很严峻 我小时候来拜拜求个平安 而且他也可以保佑我们 让女孩子更漂亮 追着猴豆在全球流行 民众来求变漂亮 顺便祈求猴豆退散 巧合的是开化寺也将包括 豆公豆婆在内的神尊 重新整装美容 继续保佑大家 水档档 记者大药帽 张博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